接下來我們就來帶大家看一下 第一次來參加東京馬Expo 有什麼地方跟其他的馬松賽車有點不太一樣 TOKYO、Boston、倫敦、柏林、芝加哥、紐約 喔在這裡 看到了 欸竟然已經搶先看到了965耶 Garming 965是今年才預計新推出的表款 255也是台灣賣得很好的一雙鞋 喔! 265也加入觸控了耶 1984年 х大家我是阿翔陽嘴 我們現在人來到東京馬 Claus ismo 會場 哇,這邊滿場的人耶 我們今天是找了第一天首發日 然後外面大排長龍 因為我們在開館的時刻馬上進來 接下來我們就來帶大家看一下 第一次來參加東京馬Expo 有什麼地方跟其他的馬拉松賽車有點不太一樣的 我們就帶大家來看看,出發 他一來就可以在這邊拍一下環賽照 假跑一下沒有參加東京馬拉松也要來這邊拍照 YA 最重要的是因為這次我沒有中籤啦 他的中籤率竟然只有6-7% 希望明年我可以抽獎 今年東京馬的主要戰鬥商呢 其實是亞瑟斯 這邊展場的亞瑟斯區超大 這邊就是亞瑟斯的入口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亞瑟斯裡面展出了什麼東西 Nothing feels better than running Tokyo 哇,這裡就是 欸,超多的現役最推的鞋子耶 訓練鞋 S4,這雙也是很新的跑鞋 如果大家還沒看過可以去看我們價錢比拼 Oh,MetaSpeed Sky 這雙也是市井賽的限定感配色 在這邊也有展出 很酷耶 他把這個鞋的布料 跟連粗稿的設計都有在這 這雙鞋的腳桿真的在跑的時候會覺得 往前滾動的時候推進感 就是在這個著地的時候感覺會蠻明顯的 哇,除了這個 沒看到後面 整個後面都是展示牆耶 各個系列的鞋子 從入門的訓練鞋到比賽鞋 哇,很精緻耶 我們去看一下產品 哇,好漂亮 這個是今年他們的 我自己是叫他哈密瓜配色啦 然後這邊就是市井賽的配色 超級漂亮 27500 展場看起來好像沒有什麼價錢上的特別優惠 跟我們在直營店看的時候 應該是差不多的 還記得這雙嗎 我在台灣參加Nimbus 25的發表會 就是這雙 超級推薦剛入門的跑者 穿著雙來參加你的拳馬或半馬 大概4個小時到5個小時 我覺得是非常適合這雙舒適跑鞋 它的Nimbus 25都有一些特殊配色 這個配色是台灣沒有上的 Geo Nimbus 這是東京嘛 他們也有推出一些限量的顏色 可是好像 在這裡 看到了 這是東京嘛的特殊塗裝 它有一些元素 就是Tokyo 然後這是整個東京城市的一些畫上去的感覺 記得幾年前 我們在台北馬也有出過一雙鞋 是類似的街景 但這個很厲害 這個設計感受是完全不一樣的檔次 而且這雙Magic Speed 超輕的 果然是一級戰鞋 哇,厲害的地方 你看這裡 每年的那個展 當然就是在大比賽 不管東京嘛 大阪馬或是一些國際賽事 都會看到贊助商會出至少二三十款的紀念衫 但你現在這邊仔細看 到最後是39號 所以這邊至少有超過30件的設計款 然後每個都是以東京馬拉松這個元素去設計的創作 這次的整個顏色當中 我自己比較喜歡是前面那種字樣系列的 蠻好看的 但我們這次即興在這支影片抽出 東京馬拉松的毛巾送給大家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 記得把這支影片看到最後 我們再來看一下 除了亞瑟通位其他還有什麼有趣的地方 出發 一出來就遇到這邊 看起來是志工的報到區 很酷耶 因為東京馬拉松其實徵召了很多國際志工 所以志工也需要報到 在身後這邊 蠻厲害的 仔細看他們後面 還有一些不一樣顏色的衣服 應該就是負責不一樣的工作 像我這樣連7%都抽不到的話 93%機率人應該來報名志工 還是比較大機會可以參加東京馬拉松的 OK我們剛剛經過一些比較觀光型的介紹 接下來後面這邊一看到的 就是東京馬的官方商品 其實我們剛剛看那個圖有超多產品 水壺、毛巾、衣服 甚至一些小周邊 柏圍全部都在裡面 看起來超大的 而且就是很明顯是這個主視覺的配色 所以所有內容都用上了這個 還有東京馬一定會有的那個小熊 我們剛剛看到這個東京馬的這個 摸起來有點像毯子的材質 其實我們上個禮拜參加大阪馬拉松的終點 送的也已經不是這種傳統的毛巾了 已經變成是這種可以用的毯子 我相信可能大家已經有超多這種玩賽物資 所以蠻貼心的 日本賽事已經開始從毛巾變成毯子 台灣的賽事也可以參考一下 哇連筷子都有耶 水壺 這個杯子很質感耶 東京馬拉松2023 很好看 水壺又粗 很單純的顏色 就是白色的襯在灰底上 很好看 哇他們好厲害喔 連這個手環 圍護丸 甚至連髮圈都有 柏圍 這個是那種通常是大騎子 然後它現在變成一個縮小板 騎坐在這邊可以插起來再回家擺設 蠻酷的 如果你一輩子可能就參加過這場 確實是蠻值得紀念的 哇 他們連餅乾都有做 東京馬拉松2023耶 日本人真的是太強了 厲害 甚至連路線的都可以做成餅乾 向往的六大馬甜甜圈 就在這個地方兌換 那邊有很多個國家的 就是六大馬賽事的各個小小的紀念牌 而且看到很多人在那邊登陸 你們來看一下 六大馬 而且如果你完成之後就有這個 在這裡 東京 波士頓 倫敦 柏林 芝加哥 紐約 好酷喔 我們要努力 往六大馬邁進 期待明年我可以成為那個七趴的勇士 這個地方是他們 我覺得是比較複合型的攤位 就是有各家的裹膠 甚至一些手錶啊 還有後面 比較就是 跑者精緻的用品 例如說防磨貼 或是那種防磨膏 這些攤位應有盡有 然後後面還有一些鞋子 可以看到他們的補給品項 其實非常豐富 這間Zabio 就是我們去拍很多鞋子 那間浴茶水本店 他們很 就是貼心耶 他們比賽的完賽時間 從三小時到六小時 各個區間都有推出 不一樣的補給包 然後補給包的大小 就是依照你跑的時間 給你多跟少的量 蠻厲害的耶 超級貼心 因為台灣可能就只有一種 半馬一種全馬 但這個分得超仔細 五個小時 六個小時 你看六個小時 沉墊墊的一大包 但就可以依照你的完賽時間 去選擇你需要的補給品 喔 滿滿的 Aminovito 在這裡 我們現在來到HOKA 這雙鞋超級新的一雙跑鞋 就是HOKA他們全新推出 而且是有碳板 台灣應該是還沒上啦 但是 我覺得以這個鞋子的定位 這個中底的材質 搭配上這個厚底 然後還有這個碳板的推進感受 我自己覺得 HOKA這雙鞋 滿令人期待的耶 我還沒試過 但我覺得 它的鞋型設計 至少滿貼近其他家 很主流的碳板跑鞋的感覺 甚至在內側 就是這邊有包覆一個 比較軟墊的支撐 可以夾住你的足弓 夾住你的腳踝不是足弓 騎帶這雙鞋的跑感 等台灣看會不會上市 然後這邊是 XBO會場 它也提供各個尺寸 可以讓你去試跑 很大耶 規模超大的 大手筆放這些 最頂級的跑鞋 然後這裡就是 HOKA的 一般產品的 擺設啦 常用的 這是 Carbon X3 Bondi 然後這裡是 Crafton 9 哇 非常的豐富 我身後來到UA的攤位 欸 UA推出了少見的碳板鞋之外 這個配色也很新穎 而且這個鞋面的布料 看起來很透氣 然後這個中底的材質也是 跟以往UA的鞋款 我覺得有很大的突破 不知道穿起來腳感怎麼樣 然後這邊也是有提供 超級多的試穿鞋 讓跑者去體驗 如果大家有來的話 可以去試試看 大家不會來囉 那台灣上市的時候 可以試跑一下 我也期待UA可以給我體驗一下 我會幫你們拍出一個四川心得 我們現在人來到Garmin攤位 竟然已經搶先看到了965 Garmin 965 是今年才預計新推出的錶款 然後它在表面的設計上 因為955其實是 塑膠錶環 但是這個今年看起來 965已經變成金屬錶環 就連其他顏色也都是 然後表面看起來也比955 應該是有大了一點點 所以整個體驗上是很 很優化的 然後在功能上 雖然我們現在還不知道 還有什麼更新的功能 但其實在顯色上面 這個螢幕跟上一代比起來 應該是一大突破 因為這個顏色的亮度跟飽和度 還有這個滑順的觸控感受 蠻期待965在台灣發售的時候 會有什麼樣厲害的功能 到時候再來跟大家分享 然後這邊隔壁棚呢 也就是265 255也是台灣賣得很好的一雙鞋 喔 265也加入觸控 因為255其實在台灣沒有觸控 但265現在也有觸控 這款就是255 是沒有觸控功能的 265是 這個是S 比較小的 所以應該是265比較大的表徑 欸 今年的Garmin很令人期待 都換上這個 同一個螢幕看起來 顯色上面整個是 體驗上 完全不高級耶 跟之前的那種傳統運動表的 印象可能有蠻大的突破感受 參觀東京馬EXPO的會場啦 那我覺得相對於在台灣的EXPO的這種規模 東京馬果然是非常值得參考跟學習的地方 就我覺得他們的分流 或者是他們的廠商的這個順序啊 擺得很像IKEA 就是你必須強迫逛完 才可以回到出口 然後他們的順序我覺得也很有巧思 像是剛剛第一層最上層就是報道處 還有官方的贊助商 那樓下的這一層呢 就比較多是來參展的攤位 那所謂參展攤位之前呢 他會有很多NPO組織 或是一些在地的協會 或觀光什麼地方線的觀光政府 那用這樣的方式呢 就可以讓 不管是參展的政府單位 或是後面的產品 都可以讓大家強迫一定要逛握 我覺得最印象深刻的就是 這一次東京馬 其實推出了超級多的周邊產品 相對於台北馬拉松 或許是台灣已經最頂級的Size 但是在周邊產品的這個完整度 我覺得東京馬還是略勝一籌 不管剛剛看到的小熊啊餅乾 甚至剛剛還有看到一些酒廠 也因為來參展 然後特地釀造出東馬限定的這種Sake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值得推薦 大家如果有機會參加國際馬拉松賽事的話 一定要到他們的export走走 最後記得要在這支影片下方留言 你已經抽過幾次東京馬沒有中 像我的個人紀錄呢 保持是抽五年還是共過的狀態 看起來我還是那個90%的百分比裡面 那大家趕快留言 你已經抽過幾次東京馬拉松 就有機會可以獲得東京馬限定的亞瑟士毛巾喔 我是你的家長隊 希望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支影片見 OK 好朋友 沒有機會 後方